理财旺老师 介绍琉璃工厂 理财旺老师 陶瓷石膏膜为基底 理财旺老师曾经获聘陶瓷石膏膜技术士技能检定及命题的兼评委员 理财旺老师早期在模型工厂里面 在陶瓷工厂专门在做一些石膏膜的制作 他的专业技术非常的高超 在转型之后 理财旺老师自行研发流离之拖腊铸造技法 来调配耐火石膏 理财旺老师曾经在台湾工艺竞赛及金波奖中获奖 他也曾受聘英科高职陶工科的师傅 以及在能港高工台能高工 与荣华科技大学的流离拖腊铸造技法课程当中担任指导老师 我开始琢磨说我将来要怎么去从事跟石膏相关的一个工作 因为做了十几年的石膏 那在石膏的种类非常多 它有什么幻疆的高压的 还有射出的有自动机台炫胚成型的等等 高压 高压铸姜 高压铸姜炫胚成型的 还有铸姜的还有射出的 这个是陶石方面的一个石膏膜的应用 那后来在看到刘远跟琉璃工坊的那个作品发表 那我就去参观了一下 在世贸 他们研发了五年才有作品出来 才开第一次发表会 那看了之后我就去了解一下整个制作的流程跟细节 那时候资讯因为比较封闭 很多材料、元素、甚至配方等等的取得都不容易 尤其是耗材 那时候真的是你有钱也没地方买 你也不知道要去更生 所以自己摸索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才把这个流理做出来 那做流理到现在大概也二十几年 画面中看到是理财旺老师在细磨他的流理成品 在做最后的修胚 然后在步骤之中去做最后的完成 这些是理财旺老师的经历 关于自创的一模一件拖拉铸造技术 就是刚刚你说摸索了三年 对对对 自创是有点过于夸大 其实一模一件是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的技巧 它比较应用于在金属方面 像铜雕之类的 那你只要牵涉到拖拉铸造 其实讲白一点它就是一模一件 不管你是流理、金属、铜 都是一模一件 它一模一件才有办法做拖拉 就比较楼空複杂的造型 1979年开始学习陶瓷石膏膜 1985年创立石膏膜的加工 1991年获聘陶瓷石膏膜的技术式技能 检定之评审 1996年自行研发拖拉铸造制流理技法 那流理很重要就是在模型当中的这个耐火石膏 那它有特定的调背比例 那非常受到 专业技术上受到同业的广泛运用 那李财王老师呢 曾经在2001年任职音歌高职 当师徒制的石膏膜师傅 也承受能岗高工邀请 传授流理拖拉技法 那提升教学之专业才能 2003年呢 金波奖入选 2006年呢 工艺资末也入选 2006年金波奖第三名 2007年 2008年呢 工艺精彩当中都有入选跟佳作 画面中看到是一个流理成品 然后是招财的李乐佛造型 再来看到是一个台湾岛形状 然后有如螃蟹斑 它叫做有肘八方 再来是麒麟 他这是帮理财王老师 帮业者去制作奖杯 然后用非药麒麟的概念下去制作 流理的色泽非常的剔透 色彩的布局啊 这都是你的专业技术 自创是我自己研发耐热石膏 这个部分是我自创的 因为所有的流理业者 他们都是买现成的石膏 就是现成的耐热石膏 那耐热石膏这个是在流理 不像资深糖啊 要关你的石膏呢 我石膏是自己调配的 所以自创是指这个地方 就是我调 百分比啊 对 它的百分比 混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那我是自己去配这个耐热石膏 这是1比1的流理手膜 那理财旺老师在他的续科工艺公司里边 非常着重在一些研发 那而且它跟玻璃有什么不一样 是 流理其实它是属于玻璃的一种 为什么说它是玻璃的一种 因为总属于玻璃类里面 我们有分千玻璃、甲玻璃、纳玻璃、纳玻璃、贝玻璃等等 还有更多更多 就像我们炒菜用的油 它有沙拉油、椰子油、葵花油、橄榄油、青香油 那这些通通都是油对不对 通通可以拿来炒菜 通通可以吃 那是属于油品类 那流理是属于玻璃类 如果我这样分析 相信大家就比较清楚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